自从学会用搅拌机做豆腐 就再也不在外边买了 想吃的时候就自己坐一会儿 在家做的豆腐干净又卫生 豆香味十足 咱们先准备半斤的干黄豆 家里边没有秤的话 用这种小碗 基本上一碗就可以 把黄豆倒到碗中 我们给它清洗一下 一定要多清洗两遍 去除一下它表皮的杂质 清洗好以后把黄豆捞出来 我们放入到破壁机中 我们再加入二斤的清水 在这里我是干黄豆 加二斤清水 如果你是泡好的黄豆 加四斤清水 按过数键 把它打成生豆浆 我们准备一个过滤袋 或者家里边用一个纱布 也是可以的 把我们打好的豆浆 给它过滤一下 过滤出来这豆渣咱们不要丢 用它来炒个鸡蛋 或者炸个丸子 非常的不错 把这个浮沫我们给它撇去 皮干净以后倒入到锅里面 开大火把豆浆给它煮开 然后再煮三到五分钟 鱼酱煮好以后呢 把它再晾五分钟 温度降到80到85度 我们再准备一些豆腐盐卤 把豆腐盐卤呢 我们给它撕开 倒入到一个小碗中 再加入一些的清水 用筷子呢 给它搅化 这样咱们的卤水就做好了 这时已经晾好 用筷子呢 把上面这一层豆腐皮 给它调走 它呢 就是腐竹 然后呢 我们开始点卤水 慢慢的给它倒 不要一下子倒进去 用勺子呢 给它推动 再倒 再推动 我们一定要注意观察 我们的豆浆的变化 这时咱们能看到 咱们的豆浆呢 点完卤水以后 有这种小块的状态 就可以了 我们盖上盖子 给它静置十分钟 它的纱布呢 放到盆子里面 用开水呢 给它烫一下 一是消毒 二呢 我们一会儿 在做豆腐的时候 更加容易脱模 取出我们的豆腐模具 把烫好的龙布 把它铺在下面 净功十分钟 已经好了 打开锅盖 用勺子我们咬一下 这时候呢 就是豆花 喜欢吃豆花的 我们就可以吃豆花了 然后呢 我们把它们 放入到模具中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盖起来 盖上豆腐模具 杯子里面装满水 放在上面 给它压起来 或者它放一块石头 都是可以的 给它压 十五到二十分钟 这时候已经压好了 把上面的粥都拿去 扣上一个盘子 把它倒扣过来 然后把它们接下来 刀子呢 把它拿开 这样咱们的豆腐 就已经做好了 自己在家做的豆腐 非常的方便 没有任何的填鸭剂 吃的也非常的健康 方法也非常简单 相信您看到这里 已经学会了 赶紧收藏起来这个方法 大家试试吧